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那每一次上课我会把我们的那个上课的录影放在论坛 就是我们云端上面这个连结 有个教学论坛 那如果说你希望之后每次上课 录影也能收到的话 那请各位自行加入到这个论坛 大部分同学都有加入 就是说如果你需要 那不需要加也没关系 反正你回去好处就是说 我习惯上会把上课的录影 分成好几个段落 那每个段落时间大概十分钟上下 然后呢底下就有个完整的教学连结 你就点选这个连结 就会进入到那个我们的YouTube的播放清单 就这个第二次上课 那里面的话就一段一段的影片 假设说你对于某部分的这个程式比较不熟的话 那你可以把那个那一段的影片 把它再雕出来看过 OK 那好处就是说 细节部分可以边看暂停一下没关系 然后你试着做做看 那最好就是说你一定要把那个我教过的程式 自己把它重打过一遍 你不要每次都复制贴上 OK 一定要记得从头到尾自己试着把它打过一遍 有问题的话马上就是要找到问题 慢慢习惯了 因为其实发生错误是必然的 那你要慢慢习惯如果发生错误 那个错误讯息你要看得懂哪边错 因为写错程式啊 这很正常的 尤其是你程式越写越多的时候 那会有犯错嘛 那没关系 你看懂 修正就好了 OK 那你如果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其实很多事情啊 就可以做到一劳容易了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随时还要在那边有一个人在做standby动作 像举盘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像什么爬虫 有没有 爬网路资料 假设说你需要每天一直抓某一些网站的资料的时候 那些资料页面可能都是几百个几千个 甚至几万个 而且甚至不止一个网站的时候 那当然呢 以前如果你用什么 选取复制贴上 选取复制贴上 有没有 这有点像重复性动作嘛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懂得怎么样 利用那个程式里面的回圈 有没有 回圈其实就重复做嘛 那你就把这个动作 重复的写成一个回圈 那自然而然 那个资料就随时帮你抓下来的 OK 你就不需要一直反复做啦 刚才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习惯用以前的方法 那你就习惯 那问题是你就永远事情做不完嘛 那如果你做一点点改变的话 你会发现 你整个感觉又不一样 只是说这个部分需要学习啦 因为很多东西学习是痛苦的 你说学习是痛苦的吗 倒也不会 我觉得后面的果实是甜美的 当然一定是先痛苦啦 后面一定是很愉快 OK 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学习的 那学习我觉得 花一点时间 可以让你省掉很多的 省掉后面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啦 有没有 就是先苦后干的感觉 有没有 你学会之后很多时间变简单了 你不用花很多时间 重复一直做 以后的话呢 程式写完呢 这个事情就随时就搞定了 这多好啊 就做一次痛苦 但后面呢 基本上是轻松的 但如果说你不要 你就会一直在痛苦当中 每一次都是一直很痛苦很抱怨 但每天还是做同样的事情 感觉好像这 有点像一个坏习惯 你要把它改掉 你会说啊 反正坏习惯还是就这样嘛 还不是日子可以过 对不对 可是你就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你经过学习 有没有 你把那个坏习惯戒掉之后 感觉好像你就是不一样啦 OK哦 好 那 那我发现 这世界上 好像要学 想要改掉坏习惯的人 真的相对比较少 像我后来发现 像我们这种人其实 还不算太多 我自己这样想 OK 因为会愿意去做这种事情的 可能看到的不一样 OK 所以 当然 大概是这样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 试着把这部分 上个礼拜有些地方 可能第一个像逻辑判断 我们逻辑判断 大概做了几个练习 像年龄 比如说年龄多少 成年未省人两重 或者未成年保留 那成年可能要区分的好几种 Lego 那要怎么写 这部分的话就是做逻辑判断 那未来很多地方都会这样的在写 OK 那你要必须怎么样 如果像上个礼拜的程式 你要看到 然后你就开一个module 自己把程式写出来 很流畅的写出来 才表示说你真的学会 OK 程式不是说你今天会 就是真的会的 其实是假的 其实你还是不会 你什么时候会呢 就是当你都没有任何参考答案的时候 你自己很流畅的把程式打出来 那个才叫会 OK 所以待会我们就来考试 没有 开玩笑的 大家一想要考试 但是整个就吓死了 可是考试有那么恐怖吗 我是觉得你还是需要 其实如果你做个测验 可以通过 那真的才叫扎实 不然的话 好像也是 就有些同学怎么学 好像都学不好 也不知道怎么用 也用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都没有考过试 你怎么会 对不对 就像说上战场一样 你每次都跟你讲说 这个枪的原理原则 这个枪要怎么射击 这个枪要怎么用 你从来没有打过把 对不对 那你怎么 你也没办法把那个枪打准 开枪可能不会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另外还有什么 BMI的这个范例 如果我今天要写个BMI 所以你需要有两个输入 一个输入是输入身高 一个输入是输入体重 另外的话 身高要用公尺 所以要除以100 OK 然后我们的BMI的数值 是什么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有没有 所以也许体重是W 除以身高也许就是H 这平方就乘乘2 它得到BMI 再利用什么 利用我们之前讲过那个 也许你可以Google打BMI 它有一些判断的标准 第一个就是BMI值计算器 那它提供给我们总共有几个标准 18.5以下是过轻 正常的话是18.5到24是正常 那另外还有过重 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重度肥胖 哇这么多种 总共应该有六个标准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逻辑给加上去 并且写出来 这个回去 请问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Python学好的话 真的比较重要是 你要自己从头写过一遍 并且写出正确的层次 当然不一定要完完全全 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因为我没有要你们写所谓的标准答案 反正你写的顺就好了 OK 而且是你自己打出来的 那就是真的真材实料 OK 那个程式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但你不要有bug就OK了 比如说像我身高的变数名称叫H 如果你不喜欢叫H 你叫A 也可以啊 那个名称不是说一定要叫H 有些同学就是脑心就不会转 就一直一定要H 没有啦 那个名称只是说H就是 其实应该打那个height这个单字 可是height这个单字太长了 我有时候觉得很懒惰啦 其实谁不想少打一点字 所以我就打个H就好了 那体重的话 原来应该取名叫weight 可是weight也太长了 所以我叫w OK 可不可以吧 OK 所以有时候有些写法 你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写法 所以像我写出来程式 大概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程式越少越好 第二个的话 逻辑越简单越好 为什么 因为谁不想要程式短一点 第二个 谁不希望程式很容易就可以看懂 但问题要怎么写 这个都需要去斟酌的 也就是说一个解决问题 不是只有一种写法 你可以很多种的写法 那最后为什么用那一种 其实就是可能斟酌了好多种写法之后 我发现这种写法是最符合我要的 那你用这种写法就OK了 目前当然程式比较简单 所以还看不太出来 可能怎么写 其他还有像九九乘八表 怎么输出 最后我们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叫format 有没有 如果你不用format 你可能要必须一直在转型 有没有str 瓜糊 i 有没有 那str 用str的转型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用那个format的话 那其实很快就可以把那个我们要的结果给转出来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在这里 OK 原来的写法在这边 所以上个礼拜的九九乘法表 我是把它放在第三个单元 就是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三个单元在这里 OK 你打开来之后的话 刚刚讲的format 其实就在第四页的这个地方 原来的写法是必须的 因为如果说你要print出去的话 一定要是文字 但因为i是个数字 如果你直接数字跟文字要把它串在一起 那他会跟你讲没有办法 typel 就是你形态错误 你一定要把它怎么样 先转成文字 再跟这个文字串接 有没有 串接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字前后要用加号去串接 这样才会正确 但问题啊 你会发现你要一直转型 这个要转 这个要转 这个又要转 OK 哇 那转很多次 转得头晕脑胀的 而且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所以后来的话 我教课另外一个方法 叫format 也就是说呢 以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你的规则先写出来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只要遇到是变数的部分 你都可以用大刮弧来表示 这个大刮弧指的就是 哦 将来要放变数的地方 那 所以啊 先两个双引号 然后把规则打出来 后面 加上一个.format 然后呢 再把什么 把前面只要有几个刮弧 后面的话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后面就要三个东西给 给他 所以这个第一个I的吧 就放在这里了 第二个J的话呢 就帮我放在这里 有点一个萝卜坑的坑的味道 那这个的话呢 相乘的结果就放在第三个 OK 那这样的话呢 好处就是说 我的格式 就可以跟变数做分离了 分开处理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上个礼拜 讲到的九九成八表 其实你会发现 九九成八表 写出来 程式呢 只有四行而已 OK 只有四行而已 那 最后的话呢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你这个假设 这四行写完了 两个回圈 加一个什么呢 一个print 两个回圈 然后里面这个是输出 那这个后面这个是 每跑一列 然后就换行 所以print的话就换行 所以输出结果的话 就是长这样子 OK 那另外的话底下 我有补充什么 补充那个VBA的部分 比如说VBA要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用函数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肉跟column 有没有 其实不用写任何程式 也可以完成 这公式在这里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玩看 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用VBA输出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也这样写一个sub 叫做99乘法表 OK 然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 两者之间还有蛮多地方 是类似的 那我可以 那假设 因为我们这主要是讲python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 要run这一段sub的话 run这一段程式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一段程式选取起来 可以把它 再开启那个 我们的 Microsoft Office 就是Excel 那个部分 这里 然后里面有个 Excel 你打开之后的话 上方理论上会有开发人员 如果没有 你可能要自己把它打开 然后Visual Basic 就在这里 如果你要执行99乘法表的话 当然 可以自己写一个 如果你之前有写 学过VBA的话 如果你之前没学过也没关系 你们可以思考 如果将来你要写VBA 第一件事 一定要什么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的话 其实跟python 那个模组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说 它因为这个版本是中文版 它就叫模组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按右键 在src上按右键 有没有 new一个 有没有 这边按右键 sr按右键new一个module 有没有 其实道理是类似的 也叫模组 我们要怎么写这个层次 按右键 插入模组 然后呢 程式结构一定是一个sub 开头 sub是副程式 然后名称在这里 and sub在这里 所以哦 其实如果你实在是 没有写过VBA的话 或者即便你写过 但你写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Ctrl C 然后呢 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VBA里面的这边贴上 ok 然后再来你要怎么看到结果 很简单 直接呢 把VBA 我是建议啦 你不要整个把它盖住 因为整个盖住 你看不到 itself 我的习惯是把VBA缩小一点点 然后把它拉到旁边 点这个程式的其中一个位置 这sub里面的其中一个位置 按一下执行 就在上面 其实跟那个Python也类似 有没有 Python也是一个执行 然后这样子结果 其实它就可以 帮我把九者生发表 输出到Excel里面了 ok 其实说这样逻辑都差不多 你想说这怎么办到的 好像变魔术一样 其实也没有啦 就是把规则找出来 结果就输出了 实际上 这个跟那个Python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是说 我们是把这个结果放在这个储存格 这个Sales实际上就是一个储存格 当然这边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物件好了 储存格物件 那物件的I指的是哪一列 J指的是哪一栏 所以你会发现它先输出E 然后再输出J的E 所以E的话指的是这个 第一列的第一栏 那输出什么呢 输出后面这一串东西 就是E END 所以你会发现 Python是用加号 但是呢 在那个什么呢 VBA是用END 而且VBAEND前后都有空白 这个是规则 因为两者规则不要 所以你们可能要 如果你要学会一个语言 第一个你要先把规则记起来 那这个规则不是我定的 是设计的这个 那个人 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那个人叫比尔盖茲 应该有听过这个 他曾经是世界首富 很久了 有没有 最近才换人座而已 OK 然后呢 这来什么呢 它来什么地方 字串 文字的 这个一样 I跟J一样 这个也有一个等号 把它两者相成 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 VBA 它对于那个串接 它比较不执着 像Python一定要转成文字 才能串 对不对 但是VBA不用转型也可以串 所以VBA这个地方包容性比较大 它不用转型也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特性 一样for 只是说for 我们在VBA写的是for i等于1到9 有没有 可是在Python里面是写的 for i in range 刮虎1到10 后面加一个冒号 那这边不用冒号 可是这边会多一个next 有没有 for后面加一个next 大致上这边差别 所以以后 那么如果你可以学会怎么样 如果你会Python 你也可以把它转成VBA的话 那变成你就两边都吃香了 就变成说你是左右逢源的 像我的习惯 反正哪一个都ok 因为我如果今天用哪一个环境 我打开马上可以转换 有没有 想要写哪一边就写哪一边 你几乎没有违和感 如果你可以办到这一点的话 那理论上 以后你就可以 两个工具的长处你都可以用上 没有说一个工具是什么都很厉害的 没有啦 一定是有长处有短处 所以你使用工具的时候你要知道说 到底VBA的长处在哪里 到底它的短处在哪里 ok 那你当然就结长补短 那Python的长处在哪里 短处在哪里 只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今天你的资料已经在Excel里面的话 其实说真的 VBA就已经占了第一次变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在 你们就是同 算是同一个地区 同一国的人了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还要什么 还要再 怎么样 换一个反应两边 还要互相可以通 Python就不一样 Python是等于有点像外国人 他来这边 他光要开Excel就是一个大问题 对不对 就像外国人要过来 他一定要护照 他不能说今天 而且现在很麻烦是要隔离14天 所以像现在你要出国 你要考虑到 你如果到别人国家 你要先被隔离14天 隔离14天就算了 你回来还要再隔离14天 那你的生命不就一直在隔离当中度过吗 所以现在没有人敢出国 而且你出国就算了 你出国回来还会被骂 你这个时候怎么干嘛 你还要出国干什么 对不对 好像完全没有好处 但是大家会想说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国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出国了 所以一直很想要出国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只能伪出国而已 但现在伪出国很倒霉 伪出国如果你有出境的记录 你回来你去看病的时候 你会注记 你已经出过国了 所以很多医院不敢收你 OK 所以也不要没事尾出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主要这样 那以后呢 如果你希望也把那个VBA 学好的话可以试试看 特别说这个程式 大概就是这样写 如果说你还要再写个清楚 你就把这个sub 在Ctrl C Ctrl V 复制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清除 什么叫清除 清除就是把这个里面的 又把它全部清空 清空不是叫你用手动的 你可以把这后面东西 全部把它塞一个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就两个算套 这样就清除了 有没有 程式清掉 你把它执行一下 那就清除了 有没有 所以有个互动感 如果将来你在VBA里面 还要做两个按钮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开发人员插入按钮 有没有 这边拖拉一个 这个就可以让它执行 揪着针发表 然后复制贴过来 这个其实在VBA的班 我也都会讲到 不过因为我们重点是在Python 所以我就快速的展示一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不妨可以再把VBA给学好 那这样的话 我是觉得 如果你的平常工作 通通在Excel里面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先把VBA学好吧 还有VBA相对比Python 我是觉得 比较简单一点 OK 真的还是 为什么 第一个你不用安装环境 打开VBA 它就出现了 第二个呢 本身就有Excel 你如果不想写程式 你可以用Excel 如果你想写程式 你就写VBA OK 其实基本上已经很够用了 如果不太够的话 再把Python加上去 那这个 就会更可以处理更多的事情 不过吧 前提就是慢慢慢慢 如果你假设两个都不太OK的话 可能就是按部就班 先把那个 就是一步一步的 累积累积 那这些工具真的在工作上 如果你可以把它用得好的话 我敢说 那很多事情都变非常简单 感觉就是说 一盘 这是一盘小菜 想两下就OK了 可是 两下OK 对一般来说 要做一整天都还做不出来 OK 那如果你会的话 真的啦 一键完成报表 这不是什么做不到的 现在已经很多人每天的工作就是 一个按键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OK 感觉好美好 对不对 如果你每天都可以一键按下去 一整天的事情就做完的话 那一整天剩下的时间要干嘛 所以你未来的烦恼是 上班其他时间要干嘛 OK 好 试着做做看 把那个上个礼拜部分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继续再来看 那个后面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做其他的范例吧 也是回圈的部分 所以在第三个单元主要就是熟悉 如何让python帮你重复做什么事情 做几次 OK 然后输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未来也是一样 反正你只要想到 要那个电脑帮你重复 做 有一定的 执行次数的话 那你可以用for圆圈 帮我们完成 试一下 第三个单元 这个东西要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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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